日本前首相安倍遭枪杀 中国驻日记者直播落泪 却遭网友围剿 这一记者来说是火灭性的伤害 你不需要去为任何人 因为你有人性这个事情而道歉 你怎么突然想到开个胡同店呢 这么大 这是做工艺啊 这件事就是 社长现在来到了东京的木黑 探访曾颖在日本的日本移民生活 看一看他要给我们介绍什么 哈喽田田 刘洋哥 又见面了 今天你准备给我们介绍什么 其实我身上穿的这套衣服 是我们自己的服装品牌 然后我跟这个服装品牌 实际上是有一段渊源和故事的 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做服装 刘洋哥也知道 我一开始是做网红做广告 那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拥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一会儿可以给刘洋哥介绍 因为我在日本像自己的爷爷一样亲人 哇 很好奇 那我们进去 行 OK 好 请不吝点 你好 啊 文雅さん 久不见了 宮本さん 对 那早速 文雅さん和宮本社长がガイドして とりあえず 马克的会社の簡単人 梁さんに紹介してもらえますか 要是 要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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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43年前,美國輸入的社會,美國輸入的社會 當時,我曾經在海駕駛的海駕駛,然後海駕駛的海駕駛 所以我們輸入的社會,原來的社會 TEN-TEN的說話 TEN-TENは社長より御社を元々運営していた服装のブランドを賠償しました 何でTEN-TENを信じるのですか 言いたいのは外国人ですし、若者ですし どういうような感じで 外国人だとか、男だとか女だとか、芸だとか 全く私、そういう…なんていうのかな… ボーダレスというか、手を引かないんですよね はい、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です 素晴らしいんじゃなくて、全くそういう概念がない 外国人、私はウェルカムジェッション いい仕事をや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どこの国の方でもいいと思います 元々お客様でした プロモーションのサービス提供してあげて、知り合いになって 残念なことが、広告始まったばかりでコロナウイルスで なかなか祝福って、進出難しくなるから それは誰でも難しいです、誰にとっても 申し訳ないような気持ちで、やっぱり ずっとコースタイルの応援したいなぁ もう一回やりたいですよね、まだ 本気にやりたかったですよ ただ、コロナが来たらしょうがないので じゃあ、続いてやりたいので 買収させてもいいですかっていう感じで ちゃんと手紙見たいですよね そんなシーンでしたか テンテンから手紙文書いて実験してるので ラブレッターで ラブレッター、心込めてラブレッター 私がラブレッターになりましたね テンテンのラブレッターなんですね さすがに還ても招致だよ こういうような この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ですか? ビスボール? 野球ですね 今、4球団のものを 我々委託されて作っております この前、甲子園に来ました 100周年の決戦に来まして 所以,它是在一家的社會的活動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社會 這是一家的社會 這是一家的社會 還有,是一家的社會 是一家的社會 它是不像是不像的 它是很好的 它是很好的 它是質素的 它是質素的 它是很好的 它是很像的 它是超級紫色的 它是超級紫色的 它是唯一紫色的 它是唯一紫色的 它是唯一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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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下來想帶我們去哪裡 接下來劉安哥南德來東京 我帶你去品嘗一下 我們新潮的烏冬麵 你也開了麵店不是嗎 日本的烏冬麵 我們倆同行 這邊沾江 你看有一家天普拉的烏冬麵 那個名字叫 通波 通波蜻蜓的意思 你怎麼突然想到開個烏冬麵呢 因為我有很多比特幣 早年做比特幣投資 去年的時候 比特幣漲到了五六萬美金 然後那個時候我真實想法就是 怎麼辦我這麼年輕 這麼有錢 我應該怎麼辦呢 你知道我現在特別能理解 就是很多企業家 為什麼寧願把錢 就拿給小孩去吃喝玩樂 花天酒地 花不了多少錢 消費 消費根本已經發不窮的 但是你創業 真的可以把你搞傾家單 創業虛謹稱 因為你看 就是我們一直都是做廣告的 我們幫客戶去服務它 那如果說自己有實在經驗的話 就各種說服力 你看像我們以前 只能從乙方的角度去思考 那現在我們其實可以 從品牌方的角度去思考 而且我們不僅說 能給到市場宣發的經驗 我們甚至能從運營的經驗 實戰 對 我們都很有這個經驗 包括從店鋪設計這些 那你的想法還是蠻全面的 包含你做服裝也是一樣 我能給你服裝這些品牌 做廣告 做市場 做策劃 那我自己去買一個品牌 我能給它做好 那就更有這個說服力 你好 我的YouTuber 友達的Ry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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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店真的很便宜 我們店真的很便宜 我要嘗一下 剛才那個小夥子推薦的 他說這個 這個 劉修修是這個 忘了嗎 我忘了 你這個太落後了 你一定要換我們Smartway的這個 券賣機 好 真的 走 好 哇 這這麼大 能才五百多塊錢 五百九這麼大 對 而且我們還騎過一次架 之前才三百多 我天哪 這個怎麼賺錢 是不是造福 回報社會 這是做公益 這簡直就是 先嘗一下這個天婦羅 為什麼烏冬麵比較適合佔粘粒的呢 因為做粗的話 你會做很久 它這麵就妥了 實際上你站著吃 這個烏冬麵 是一分鐘兩分鐘內吃完 口感是最好的 味道也很好 真的好便宜 這個還隨便加是吧 對 隨便加 你把整盆都放進去也行 東京太卷了吧 好吃的其實 我覺得真的好吃 是嗎 對 所以說跟你們合作一下 就有沒有可能期間限定 然後我們就比如說 在這可以吃到 就是你們牛骨湯的這個烏冬麵 那你們店賣也太便宜了 合作的話只能做宣傳了 肯定賺不少錢 這邊全都是常聯客 叫Jolien客 然後服務周圍的上班的人 或者生活的人 如果說我們後期就是沒有理由的提價 六百七百什麼的 就是大家會有很多怨言 就不來了 就是在這開店的話 要處理好跟這附近的Jolien客的關係 就我們的這個店 反正也會成為這附近的街坊林裡 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對 我們現在來到了應該是東京的四股吧 四股 對 田田的公司所在地 我們繼續探訪田田的日本移民生活 現在要到她的公司去看一看她的創業生活 來嘍 走 不用拖鞋 直接進來 不用拖鞋 不用拖鞋 對 OK 那設計師就在這工作 他們負責設計這些款式 我一進這個辦公室 然後蠻強貼的這些設計圖 我感覺你現在的事業的重心 好像轉到了服裝這個感覺 因為我們現在廣告是幾乎是全部禮摩托了 因為那個CORONA 對 因為CORONA 還有之前的事情 對吧 主要還是因為就是網絡暴力的事情 網暴 就我們現在廣告已經幾乎就是 爆放器 全滅的狀態 是吧 全滅 對 我給你看一下我們今年的新款吧 這個門上也有很多的款式 你看我們今年設計的這個款式 比如說像這件小馬甲 是我非常喜歡的 你看天氣冷的時候 然後我可以 你看這個質量非常好的 很有設計感 然後這個呢 感覺很百搭呀 跟你現在的衣服也能搭到一起去 對 我們的衣服就是非常百搭 你比如說像這個牛仔衣 就是它可以穿在這個衣服的這個裡面 然後你可以單獨把這個夹克拿出來穿 把領子可以拿 對 領子可以拿出來 然後也可以 塞進去 對 可以塞進去 還真的很百搭呀 你怎麼穿都行 而且這個外面還可以 如果這裡就天氣冷的話 我們再穿一件 外加 對 這樣 這種感覺 看著就都是那種肥肥的 但是穿上去之後又都很有型 這是我們的slogan 就是co-style old style 就是有一件衣服有多種不同的穿法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的衣服 就是造價這麼貴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這個剪裁太複雜了 同樣的這個品質的衣服 在日本的話 每件呢就是說他們單價呢 是要賣到3萬多日元左右的 我們的單價是1萬5日元左右 我們是非常薄利的 現在主要是實體店在銷售嗎 還是網絡 我們現在主要是網絡 網絡店鋪 因為疫情嘛 我們是面向日本本土的市場的 這個興趣愛好所設計的 就是你觀察 就是說歐美和中國銷售的衣服 和日本銷售的衣服 設計上不同 你可以看到就很多日本的設計 他們是比較 就是要隱藏女性的一些身材的特點 但是中國女性和美國女性呢 他們是非常自信的 就是他們會願意很願意 展現 展現出來 但日本女性不是 韓序的是吧 日本的話呢 大家就是願意 冬天也好 夏天也好 你這個就很日式 對對對 就全部吧 我的身體線條 你是看不到我的身體線條的 你通過這個衣服 你也才能夠知道 我到底是有多胖多瘦 然後對吧 身體曲線什麼樣的 就日本人喜歡這樣 就是不被別人看到 自己的這個身材曲線 她喜歡遮蓋 這也是我覺得 現在日本女性很多 自信不足 內臉 內臉 就很內臉的一個民族 不錯 這也是我們今年看板的一件 新款 毛衣外套 對 我給你穿穿我們今年新款大衣唄 我能穿嗎 其實 劇烈哥只要不在意別人目光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 不在別人目光 只要不怕別人的眼光 來幫我拿一下 來幫我拿一下 我真的 這個很厚重 質量超好的 除了領子 其實也還可以 這是哈利波特的感覺 真的也還可以 你幫我卸掉試試 好 幫你卸掉 能卸掉嗎 可以的 OK 這還蠻寒的感覺 對 如果說只需要把這個領子 處理的難事一點點 完全OK 實際上我們公司前段時間 也在開拓新的這個業務 比如說幫助企業家 去設計符合你個人的人物特徵的 就是讓你出現在公眾場合 大家能夠記住你的 有識別度的這種 很好 對 我們想要跟今天那個老社長合作 做一個事情 因為減品 控品 控質量 是他們的強項 通過對你的採訪 讓我有一種衝動 是什麼衝動你知道嗎 就是我作為一個YouTuber 我應該重視我的這個衣品 前兩天剛剛被那個粉絲罵 這個劉洋塗老帽 白色的襯衣 黑色的褲子 藍色的皮帶 罵我 其實我完全沒有在意過 但是好不容易拜訪了 像你這樣做時尚的 在日本的華人 我覺得 我可以變化一下 攝影師那個 看老婆身高多少都可以選一套 我幫你們那個 來來來來 都走 好好選一選 讓老婆開心 天天可能有一個話題比較沉重 我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提及 前一段時間大家都知道 全國都知道 因為安倍晉三在街頭演講的時候被槍殺 然後你在接受一個採訪的時候 才實施了這個 哽咽了兩下 然後你就被全網網報 你能講一講這個事情對你帶來的影響嗎 影響對我來說是毀滅性的傷害 那它改變了我的很多人生的魂氣 可能因為我原來是想說回國 可能做一些綜藝節目 但是呢一下子就是 我因為疫情被耽擱的夢想 因為網報就無限拉長 前段時間呢就是我整個人消失了 就我沒有跟任何人聯繫 我覺得我自己堅守這麼多年的價值觀 我覺得是完全錯誤的 我覺得我好像都沒有能正確認識人 和正確認識這個世界 我很多人都反思 我覺得人生就是一個 從毀滅到重塑的一個過程 我現在已經可以非常坦然去面對它了 首先呢這次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非常可笑 林洋哥你想啊 就是我們在遇到 廢水的時候手會縮回來 對自然反應 我們到冰的時候 我們就會感覺到寒冷 對 一個60多歲的老人 在街頭被人槍殺了 然後你告訴自己 他活該 這好變態啊 我們要去做Party 對 我們要去打折 我們要去慶祝 我們要去慶祝 管橫幅 非人間 我覺得在我第一反應 就是當時 這個視頻記錄下的反應是非常真實 因為我當時我是人在 我在東京去京都的路上 在途徑京都的時候 澎湃新聞的人給我打電話 他說有沒有可能 讓我去做一個這個 緊急的這個採訪 其實我是屬於一個 就是說在被鍛鍊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知道什麼話該講 什麼話不該講 但是呢 我沒有想到 就連為一個人的去世感到給念都是罪 我沒有覺得 我至今也不明白 是哪裡產生的問題 就很簡單 就是一個老人在街頭被人槍殺了 我替他感到非常難過 他才60多歲 他的政治生涯才剛剛開始 60多歲 對一個政治家來說是很年輕的 而且我見過他本人 我見過他幾次 然後呢 我跟他太太也見過 那可能就更容易 他太太是個非常好的人 就是我們 我剛跑到他的這個酒館吃飯的時候 他太太其實很喜歡 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 他不會因為我是中國人 他也不會因為就是覺得說 你這個小創業者算什麼 我走不開 沒有這種想法 就我當時看他的時候 他說 天啊 來 就這種 一樣這樣一個類型的人 很親切 他也對人非常友好 那一瞬間我想到的是 安倍招惠 他失去了帳戶 他這一刻 他該有多絕望 他的笑容 他的開朗 嗯 這些思維才應該是正常的思維 而且呢 你也知道 我是2011年來到日本的這十年 安倍前首相呢 他是為這個日本的經濟 做出很大的一個貢獻 他實際上呢 是給我們這些在日華人 帶來非常多的受益的 我們都是他的受益者 確實 如果沒有他的話 沒有英鎊這麼繁榮的時候 嗯 那實際上 觀光立國的這種政策 對吧 對 那麼我的這個公司 也就不復存在 其實我的我的微博至今 每天都還是會收到 每天跟我發自己的什麼 下體的照片啊 然後就是發那種 不開露幕的文字啊 嗯 威脅我讓我去死 讓我全家去死的這些人 他們是否是在這個世間 是真實存在的 他們是真實存在的魔鬼 確實存在 他們是基本上不太用腦子的一類人 包含你看我自己創業的時候 你如果說能夠打開這個小紅書的話 我不是在做橄欖牛肉麵嗎 對吧 然後我的客戶在上面去分享 吃橄欖牛肉麵的這些內容 包含我自己去發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在底下都會留言 什麼越南牛肉麵啊 什麼這個人是個反華分子 因為我的員工有很多人是 越南人 越南的員工嘛 你知道嗎 他們還瞧不起越南人 我就不明白 你有什麼可瞧不起越南人的 我是這樣想的啊 就是 有的時候華人在海外被歧視 真的是我們的很多的這種 沒有腦子的這些 小粉紅他們帶來的 我們反而在 在給這個中國增加正面的形象 而那些人 他們完全就是中國的負面形象 我看到很多YouTube上的一些帳號 還有一些這個海外華人媒體 對我事情的報導啊 其實有很多人都在翻譯 這個我的事件 或者說是安倍去世之後 這個中國外面那些反應 然後呢 來進行醜化中國國家形象 醜化了中國國家形象之後呢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影響到 很多想要跟中國做生理 想要跟中國去打交道的這些人 想要跟中國去打交道的這些人 就像我們公司的日本小女孩 那她是會一些中文 她本來呢是這個疫情好了之後 她要去中國留學 要去學這個漢語言文學 她告訴我她以後想做 中日友好的這個相關的這個事情 她因為我這個事情之後 她辭職了 她也不去中國留學了 她跟我原話是 她這輩子都不想 會跟中國有關的任何事情 然後有很多人 她不只是在網上對我進行網報 她會到 她會在官網找到我們公司的這個電話 這個很可怕 在公司我們的官網 她會用Scape打匿名電話 你能想像一個日本女孩 會說中文 每天知道什麼 操你媽 死全家 死人十八蛋 你能想像這樣一個小女孩 她這一輩子 受不了 她的一生 你覺得說 這樣一個懷抱 中日友好夢想一個人 她受到第一衝擊 你覺得是迫不來 對 我非常感恩中國經濟的這個迅速發展 讓我感受到中國很好的這幾年 然後呢 我也能夠去從一個小城市的 就是一個普通家庭出來的孩子 我能夠實現自己階級的躍身 所以我努力想要去回饋這一切 嗯 這麼多年我一直想做的 也就是提升中國人國際形象的一些事情 包括之前我在澀湖發口套啊 什麼這些事情 對 新冠肺炎發生的時候 日本在第一時間 對武漢做出了大量的援助 我覺得這種社會教會我 不要害羞去做任何一件 自己覺得是善良的事情 而中國文化又教會了我 滴水之恩應該永泉相報 嗯 你要去試乎去理解他們 為什麼會去做出那樣一些沒有人性的舉動 嗯 因為他們受到了這樣的教育 而且呢 很多很多的人缺乏對善良的敬畏 嗯 就是缺乏對生命的敬畏 沒有信仰 嗯 對 很多人說南京大屠殺的時候 或者說在抗日戰爭的時候 呃 中國人民死傷很慘重 嗯 就是受到了個人非常極端的虐待 嗯 嗯 對這個時候民族的傷痛 嗯 嗯 就是說我特別尊重所有人的愛國之心 嗯 我也尊重歷史 我也尊重仇恨 嗯 是一個中國人 嗯 就是如果說所有人都是帶這個民族的印記而來的話 我也是帶這樣的民族情緒來的 嗯 但是我們受過這樣的傷害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以彼之道還彼之身嗎 我們也一樣要對現在這樣的日本人 或者對喜愛日本的中國人 也要去做同樣這樣的事情嘛 也要去輪奸他 要強暴他 殺了他 嗯 然後要去拿他做實驗 他要活埋他要怎樣要怎樣怎樣 嗯 就是當你說出這些話的時候 我覺得 你才是對我們的民族仇恨 對我們歷史的不尊重 戰爭教會我們的 嗯 不能是殘忍啊 嗯 戰爭教會我們的一定是和平的可貴 我們所目睹到的那些戰爭紀念館當中 我們看到敵人對我們的殘忍 歷史給我們的傷痛 應該教會我們善良之可貴 順利之厚重 很多人罵我說 你全家都是威安婦 你是威安婦 你是給日本人當威安婦 威安婦它不是一個 它是一個民族傷痛 它不是一個歷史人的詞彙 你不能不可以罵我是威安婦 嗯 嗯 當有一天 你開始忘記戰爭的慘痛 你開始忘記歷史的慘痛 你開始去無視這些歷史的傷痛 你覺得威安婦都是一個罵人的詞彙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覺得 很可怕 我覺得 就人性變得很可怕 我覺得這是一件 這是一件圓圓比起 很多人說你忘記國仇加恨 更重要 沒有 忘記國仇加恨的不是我 嗯 是這樣拿著國仇加恨 去怕四星網絡暴力 把生命視作非常清見之物的人 做任何一個人 你首先是一個人 其次你才是中國人或者日本人 對 就是我們不可以因為盲目的愛國 去丟失了自己人間性的本身 嗯 還有我也不覺得這些人可能就是因為愛國 他只是 我從來不認為他們愛國 我覺得這個愛國只是他們 他只是他們的一個保護色 只是他們的一個安全盾牌 哎我愛國咯 然後我說這些話 就是無責任的 抛去這個這個愛國的外衣 你說像這些人 對我進行的這些人生侮辱也好 或者是死亡威脅 或者是強暴威脅 是不是涉及到 是不是涉及到刑事犯罪呢 然後他們包裹在這個愛國的外衣下 他們就可以為所不為嗎 對 因為愛國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 我現在在大阪難波的馬路伊百貨 也就是那個OIOI是吧 我的好朋友田店社長呢 在這邊開了一個快閃店 我們去看他一下 應該就這個 Cold Style 甜甜的 哈嘍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你怎麼胖了這麼多呢 我給你戴上這個 謝謝 胖了 這就叫快閃店對吧 對是 對開一周 明天就結束了第六天了 哇塞 你這款式很多耶 沒有同樣的 這個是新款 哎這個不錯耶 這一套不錯是不是 他戴一個白色小馬甲特別好看 接下來這是一個常規模式嗎 我們現在這個走的路線就是在日本的全國各地開快閃店 然後我們測試一下當地的流量 還有我們的服裝品牌在當地的受眾的接受程度 然後還有就是去做一些樣本分析 因為我們在網上消費的時候 其實很難知道我們的客戶具體年齡層 到底是誰是吧 對對對 那如果實體店鋪的話 你會跟那些客戶親切交流 比較知道是誰來了 什麼樣的人來了 對對對 他具體做大概什麼樣的工作 他喜歡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是多少年齡的這個女性 然後我們會了解到更清晰的數據 然後之後我們會選擇一個比較對口的一個地方 然後去開這個常設店 但我們應該不會開自己的直營店 因為成本太高了 就是做這種露註到某一個百貨 人氣百貨裡面的特點 我們現在就想規避東京 然後想在那個什麼致富縣啊 二三四縣 縣市 對吧 對 農村包圍城市這種感覺 這樣的pop店開一周要花多少錢 不包括人件費用的話 大概是需要一周的話要100多萬日元吧 這成本也蠻高的 對還蠻高的 但賺回來了 對吧 那很好 那麼這三四個月有什麼樣的變化沒有 曾經的話 就是自己是一個一輩子都在走捷徑的人 然後我覺得通過這次網報的這個事情 我徹底的去跟過去的身份做了一個暫時的告別 我以一個非常非常平凡的這個 創業者 對 平凡 不是創業者 我現在出去身份都不是創業者 就是大家就是把我當成一個小客服小擔當 那沒有關係 然後我覺得 就是從雲端現在在地面 對 親自營業做客服 是 我相信就是所有正在經歷 此刻正在經歷至暗的人 就如果說我可以做到 我相信任何人都能做到 激烈它 梁洋哥我們也開始做這個雜貨 這個杯子在日本賣挺好的 一周賣了兩百多個呢 送給你 它是項鍊和這個咖啡杯托兩用的 很漂亮 Core Style 可以幫我帶給你太太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祝福甜甜 期待再見 拜拜 拜拜